哇 哇 胖妞儿 你好多的泥啊 那当然了月月 这些泥都是我珍藏喜酒的 胖妞儿 你能不能让我玩一个呀 不行月月我才不给你呢 胖妞儿别这么小气嘛 咱们两个还是同桌呢 同桌也不行 上次我吃你的辣条你都不让我吃 胖妞儿 你怎么能这么说呀 那我不是怕你吃辣条吃多了上火吗 反正我就不让你玩 胖妞儿听我说嘛 你不是想吃辣条吗 今天下午放学啊 我就给你买十包辣条 真的吗月月 要不我们现在去买吧不要等放学了 那不行我可是有条件的哦 啊买个辣条还那么麻烦 什么条件你说吧 这个条件啊就是 今天用你的水晶妞儿 做一个混色小游戏 如果你赢了的话 今天我就给你买辣条 如果你输了的话 今天你就要把你的妞儿 让我玩玩 嗯 月月我不想玩 我怎么越听越觉得 是我吃亏啊 怎么可能呢胖妞儿 我看你啊就是不敢接受挑战 谁说我不敢的我敢 好了三斤两胜 那咱们赶紧开始吧 行那我先挑这两个颜色 你觉得如果这两个泥混到一起 会是什么颜色呢 我猜呀 这粉色加黄色肯定是紫色 紫色你确定 啊月月你怎么这么问啊 难道不是紫色 那我猜是蓝色 嘿嘿嘿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当当当当 好妞儿 你看你猜错了 啊月月 这怎么还变得黄色了呀 这个可不是普通的黄色 这是带彩虹豆的黄色哦 哦 那行嘛 这局就算你赢了 好 那咱们就去下一个 你抽这两个泥 胖妞儿 你猜这个是什么颜色 月月不用猜 我都已经看到了 真是灰色啊 哎呀 没想到我捂这么颜色 还是被你看到了 那勉强算你这局赢了吧 那当然了 我胖妞可是很厉害的 月月 第三次你不用混色 我都已经赢了 哎 为什么呀 因为呀 这里只剩下黑色和巧克力色的水煎泥了 混在一起肯定是黑色的呀 所以我赢了 好妞儿 这次啊 是我失散了 月月 别说那么多了 赶紧给我买辣条 买什么辣条 你买什么辣条 因为你拿走 快点去咯 月月 把我的金黄给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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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